永 接市長 接市長 送熱鬥花 關心辛苦工作的燈會同源 不過蔣萬安在活動期間 爭議不斷 伊列寶燈會振興方案 被曝就案複製貼爽 疑似還要公務員加班看燈會 民進黨議員何夢化質疑 蔣萬安對事件一問三不知 很酸等到四月上質詢台 難道有變成蔣總機嗎 台北市民眼裡 有這樣子的北鼻市長 真的是百般無奈 即將要開議 我覺得蔣萬安站上質詢台 很有可能會變成 換皮的韓國瑜 一問三不知 好在蔣萬安 他有他的保姆副市長 如果他真的答不出來 我會請他下去喝奶 請他的保姆副市長來回答就好 燈會口言還沒結束 回歸公共議題 同樣出包 像是首次代和平藍球場或北流 都會為了公益黨旗和專用黨旗審查 其中國民黨議員秦桧珠發現 主委居然還是掛前副市長蔡炳昆 副主委也是前朝的文化局長 讓議員相當無奈 應該趕快檢視一下各個工作委員會 審議委員會把這個名單重新換掉 市長到各局處首長到各幕僚 大家都要趕快進入狀況 很怕就會讓蔣萬安市長在備詢台上打不出所問的 北市府對此還在確認中 竟針對燈會恢復市府態度絕無迴避 但現在螺絲鬆了 連自家國民黨議員都看不下去 看來市長得趕緊做功課 否則在兩個月進議會受檢驗 就怕到時沒辦法回應市民期待 台北市長蔣萬安 名譽解台北市民 這就是你們市長 連這個國民黨自家議員都說 拜託一下趕快進入狀況好不好 像是昨天蘇培議員 他也在臉書po了一篇 就是說這個蔣萬安是不是真的很落慘 2月13號去東區說要幫忙宣傳這個藝術入店 結果記者問一問三不知 逛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嗎 要說什麼還要旁邊的人來提醒 台灣燈會到台北 現在在台北已經是最後一週了 那為什麼蔣萬安現在給人家的感覺是狀況外呢 你除了說真的啦 這件事情有很多人會想要幫蔣萬安說話說 他是不是就是口誤還是怎麼樣 問題是這個在燈會剛開始的時候 秦惠朱議員就在這個 其實有問過蔣萬安 還有這個陳淑惠這是官傳局長 當時就問過燈會的預算 第一時間答不出來啦 後續才給議員資料 你沒有想過嗎 就是剛開始你燈會 就已經起手勢是這樣 已經被檢驗了 那你現在你要去這個幫忙人家 這個東區的店家宣傳 你不是太認真了 來 茗玉姐怎麼看啊 這一點都不會意外啊 這怎麼會意外 他選舉前大家印象還深刻嗎 那時候他自己開了一個那個教育的 那個說明會有沒有 你要開教育政策的說明白皮書說明會 結果他也是一問三不知啊 什麼都答不出來 然後後來不是旁邊 都是他的那個顧問 趕快轉機給旁邊 對對對 就是顧問 還把麥克風遞給人家 他來解答 那我認為說蔣萬安認為說 那你這樣子都可以當選 反正就選上了嘛 對不對 我這樣都可以當選 都可以過關 那選後當然還可以繼續這樣子幹 所以就是說他是那個蔣總機 我覺得一點都不為過 那回過頭來就是說 你看喔 包括就是說這次的台灣燈會 我先從台灣燈會講 因為我自己去過 我去過 然後我也實際的觀察過 坦白講我真的認為人流很多 但是呢 大家其實不只是要人潮 重點是要錢潮 你人要跟錢要跟著人過來 那坦白講 這次還有預估說 你至少能夠 是不是可以創造 211億的觀光產值 可以吸引1000萬人次 那但是我自己去實地的走過 我只能說人很多 但是能不能有帶來商機 我自己確實是打個問號 因為大部分人都去看看花燈 然後因為你旁邊 沒有什麼可以消費的 你沒有說 像上一次的那個去年的台北燈會 你是辦我們自己的台北燈會 這次是台灣燈會 台北燈會跟台灣燈會不一樣 台灣燈會是交通部中央在回歸 那只是說台北是協辦 但是上次我們台北燈會 你是辦在萬華 那你萬華至少你還有人家有振興 譬如說西門町你有小吃 那你這次台灣燈會 台北市政府你選在這個東區 那東區 它好像有很多個範圍 是你這樣子走完一圈 其實走完就累死了 就大家都回家 那我也沒有看到說 誰會進去哪裡 它就是在整個大馬路上 還有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也沒什麼好消費的 甚至我看還有旁邊一些 這個小吃攤販還被趕走 因為你就被警察追著跑 那我就是整個觀察完之後 我不曉得它的商機在哪 所以只有店家就在那邊叫鼓連天說 現在你跟我說 這個上億211億的觀光潮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裡 畫了一個大餅在那邊 現在店家很失望 那我不知道就算了 那我覺得蔣萬安 它這個不只是說 一問三不知宣傳 還連這個東區都沒有給人家講出來 最主要辦在東區好不好 你東區這個都已經叫鼓連天 藝術入店還給人家講錯 是 那所以就代表說 他不用工 不用工不認真 那更誇張的是說 上次講到你說預算 你也講不出來 結果這一次還出了一個包 不是講說他動用公務員 說在台北燈會的時候 要去占人家這個VIP區 這個我講一下是什麼樣的道理 其實我覺得台北市政府是好意 就是說他有一個VIP的區 就可以讓一些 譬如說獎勵醫護人員 防疫人員 防疫英雄 甚至公益團體 一些不便的人 他有給你一個VIP的觀光區 讓你坐在那邊 可以好好的看那個兔子變臉 我們這個兔子主燈的一個儀式 大概他的座位是一百多人 結果我覺得這是美意 這是善意 比如說他有勞工之夜 樂活之夜 就是有給各個局處 給你自己去找人 有公益團體的什麼 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你要獎勵醫護 這個也可以 結果沒想到他現在反而是傳出說 是公務人員 你要自己下班6點鐘 趕快拿著這個VIP的證 去佔這個觀光 佔這個貴賓席的位置 就搞到公務人員他也覺得 這個也很累 這個怎麼會還要拿這個貴賓席 去當自己的業績 因為聽說業績不好 那你不覺得這個很諷刺嗎 就看公務人員 就看公務人員一種壓力了 對 你第一個是公務人員 反而自己要去衝貴賓席的座位 第二個 你反而真正你要獎勵 我剛剛講這些防疫醫護 或者是說這些這個 比如說有些需要的公益團體 他們反而沒有做到 那你公務人員又嚇到沒力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爆出來 就是因為這個公務人員 撞不住嘛 他受不了 他覺得很爛嘛 所以去跟這個媒體爆料嘛 所以他講的細節 是非常巨細迷移的 那你這件事情 結果我講完 你也是一問三不知 我最後講兩件事 我覺得像這種事情 你講完一問三不知 第一個 就是你取消辰會 你當然有你的理由 你不想刻歸槽隨 這沒有關係 但是柯文哲之前的那個辰會 他很重要的是一個輿情 比如說你什麼事情 那幕僚 你趕快在辰會當中 把你所有局處 狗屁盜招的事情 會發生的事情 你會被記者問到事情 你趕快跟市長報告 那你現在看起來 你把辰會取消了 那你講完 你沒有輿情蒐集 你有沒有掌握狀況 那變成說你的第一站行程 那可能如果幕僚 來不及跟你匯報 不知道記者要問什麼 那你當然是一問三不知 所以我就說你不認真 不用說又拚拚 又拚拚 那好 那也沒有關係 第二個就是說 他現在仗著有李四川 你真的去看一下 就是說藍營的這些團體 像什麼趙少康 這些團體 還有歌功頌德 全部都歌功頌德 李四川 川伯好棒 川伯去視察這些馬路 川伯 我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說 媽呀 現在誰在當市長 我們就選李四川就好啦 就李四川還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倘若哪一天 他的老闆 這個意思 沒有照他的意思的話 他的行政 沒有照他的意思的話 他馬上就走人 我就覺得說 哇 那你接受李四川 那當然啦 現在看馬路的也是李四川 那所有這種 比較累的都是李四川 半夜在看馬路 那我都不知道說 到底我們選蔣冠安在幹嘛 那當然人們幫他還假 說那很好啊 你找了一個李四川 那我當初選李四川 我當初選到底是李四川還是蔣萬安啊 不過認為啦 所以我說蔣萬安真的 就是你被人家現在做馬寶市長 我真的覺得他要用功一點 那如果你不用功 你要把成會取消 那你真的被人家疑問三不知 我真心覺得 那真的下次李四川出來選就好了 好啦 這個台北的部分 就在新北紅路委員 你們隔壁啦 這個台灣燈會 蔣萬安要去幫忙宣傳 說真的 我相信蔣萬安一定是利益良善 出發點也是好的 可是你幫忙宣傳就講座主題 是要講藝術入店 但是蔣萬安講了兩三次都講座 旁邊幕僚提醒 他才趕快修正 真的從小座 你就可以見為支柱啦 看起來就是沒準備好嘛 那市長沒準備好 旁邊的幕僚 是不是也要拿到船 那位委員怎麼看 我就三個字給他 不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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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認真 現在議員已經在算他是baby市長了 我覺得很嫩的意思 我覺得就是不認真 一個是我平常心講 我們來講這個就先講燈會好了 燈會從頭開始都是在柯文哲市長任內的時候 開始規劃的 坦白講我們必須要這樣子 但你今天已經當了市長了之後 人家幫你規劃的東西的 你把它拿出來看 就幾頁的東西 你把它認真看 你一天看不懂 兩天看不懂 三天你總該看得懂了吧 那當會還有六禮拜的事情 對啊 他讓你三天來準備一個考試 你這樣準備不出來嗎 那你就是如果一老師的角度 就是你這個學生不認真啊 對不對 而且你還可以open book 你不是說老師考試 你你就自己準備哦 你所有的官員隨時叫來問 隨時叫來問 這到底是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 你讓我了解一下 我也知道 我覺得就是不認真 一個市長不認真 然後不認真 就大家變成他說話 大家說他這個馬寶市長 就只有 我認為原因只有這個 這這麼簡單的 藝術錄定 總實在說是我們看著就知道了 在這裡你記不起來 不然你要去陣前 跟幕僚問一下也可以啊 不是 還比較壞的 像我們這樣看著我們記不起來 還比較壞的 你要下車前 你要下車前 你跟東西不能看 在這裡這麼近 你跟不說 我前五秒看的東西 我雖然不記得 所以就是說不認真嘛 他我常說嘛 他當立委的時候 有替他的選區做了什麼嗎 爭取到什麼嗎 他當立委也不認真啊 對不對 你像我們當立委 我們替板橋爭取了這麼多了 他他他拿一個來跟張宏露比 就我不認真 那不認真啊 就造成我會這樣 我跟你講 我現在就可以預估了 他以後總質詢的時候 我跟你講 會有很多他不知道 請局長再回答 而且他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認為局長局處首長一定是站在他旁邊的 他不敢一個人站上台 不然我們到時候來看 他是不是旁邊都有站人 但我擔心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既不認真 又不努力 又沒有gas 沒有肩膀 剛剛大家在在講 那個那個兩岸論壇 這個什麼 就是上海市台辦要來 我跟你講 什麼講宵夜的問題 我說真的啦 宵夜不是重要的問題 真的啦 那個外賣隨時叫都有啦 而且臺灣 你到天亮都還可以叫得到啦 連早餐都叫得到 重點是 如果以國民黨 他們瞎了一眼 他們現在去中共的態度 我跟你講 一個中國之下一國兩制 臺北市現在是什麼 省級的省會而已 如果以他們來講 是省會 臺灣省的省會而已喔 他來跟你論壇 我上海來跟你論壇 我是以這個階級來跟你論壇 還是蔣旺安 你敢在他們來的時候 你要擺出來 我是中華民國 我是首都市長 首都市長跟一個省會的市長 我那個階級是完全不一樣喔 那我中華民國在臺灣 我跟你講蔣旺安 你如果敢真的這樣子做的話 我跟你講 人家罵你媽寶 什麼的 我跟你講 馬上瞬間掃一半 因為看得出來 你你雖然不認真 但是你至少有價值 你至少會守護臺灣 但不要再騙臺灣人了 你一定要這樣子做 我才覺得是對的 而且我跟你講 國旗就給他擺出來了啦 有什麼好怕的 你們也都一直在講啊 不台獨啊 不什麼啊 那你國旗就要擺出來啊 這個第一次讓人家 對你的觀感最重要 你不要選舉的時候 你的衣服上面有國旗 然後呢 人家上海市長來的時候 不是市長 上海人家官員來的時候 你的國旗就不見 你如果好大呢 你跟他見面的時候 你的背心上面 國旗 國民黨的logo都秀出來 那個才是真正 讓人家覺得你有價值 能不能加分就看這次啊 有關於這個台北市政方面 真的是藍綠都有很多聲音啦 甚至連國民黨的這個情節 秦惠朱議員 這國民黨自家人 都呼籲蔣萬安 趕快進入狀況 真的要上井發條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 南投的部分 南投立委的補選 是倒數計時 最新的民調 蔡培會激起直追 現在只差林明珍不到百分之一 民進黨有機會 在這一次拼翻轉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 台灣最強直人 BuzzLink 複裂新城 火力衝天 球星發威 快點 我不是說